生于此世间受此身体,而行邪行,获得诸多烦恼,诸多苦痛。 大家好,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 我们都知道,邪音果报非同小可。 今天小编要来给大家分享的, 是因邪音造成的42种直接果报与隐形果报。 如果您也出现了类似情况,甚至。 1. 头发长肮脏有腻,黯淡而无光泽, 严重者会掉头发,年纪轻轻就成为秃头。 还有同修有了少白头,20多岁就变成老人。 2. 会得早泻,夫妻生活不和谐,导致猜忌。 3. 头皮常发痒,头泻众多且头泻块大, 有时头发毛孔会结出血块,很恶心。 4. 心意烦躁,没有耐心,心力时不时地会暴躁发怒。 5. 常说错话,让人笑话,特别会导致口吃,语言逻辑丧失。 6. 常常因为琐碎小事,无端生气,导致与别人的口舌之争。 7. 与家庭成员多住争吵,不得安宁,这是邪淫的果报。 8. 因贪爱银行,银化,银饮银,而没有多的时间去求取正业, 导致学业不成,求财不得。 9. 钱财丧失非常快速,想存钱根本不可能。 首先,你将很容易丢钱,丢失财物。 其次,你会为治疗性病而花很多的钱。 另外,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而倾家荡产。 10. 心意常常流离失所,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, 进而可能再度隐形,隐念。 11. 口臭难闻,令接近的人生嗔恨烦恼之心。 12. 全身酸痛,无力行善行,特别是肌肉酸痛,全身痛得无法动弹。 13. 下体常养难忍,无法获得清安,会得种种性病,损害健康和寿命。 14. 疲态长线,眼帘时长半臂,没有精神,不能让他人生喜心, 致使众人见之,生出艳丽之心。 15. 身上有很重腥臭气味,夏天有可能会有糊臭。 16. 厄运连连,17. 因邪淫而使恶鬼近身, 导致家庭成员与自己一起受恶鬼的禅妇, 从而造成诸多家庭悲剧,家中小孩常无来由哭泣,大人多病。 18. 诸事不顺,你心中多不顺的心思即可知晓, 心中多为小事情而想不开。 19. 进入黑暗淫湿的地方,心肠怀恐怖, 威恐有鬼突然出现在某处,由于行为不正,心里长生恐惧,引起赤胜。 20. 眼睛无神,视力下降,甘开翘于目, 而肾只为眼睛提供能量,心因过度,肾会不好, 肾不好,眼睛自然不会好。 与此同时,还有可能导致散光,还有一些严重的眼病。 21. 耳朵失聪,常常听不清别人说话, 常被人误认为耳背,这也和肾有关系,听力急剧下降, 严重影响生活工作学习。 22. 常走神,难以集中精力,听课效率会大幅度下降, 做事的效率也不会高。 23. 反应慢,脑袋像浆虎,越倒越糊。 24. 会错意,听不懂别人说话,或理解错别人的话, 比如别人叫拿某物,结果拿错。 25. 不能控制恶口,情欲,增加更多恶业, 脏话更是控制不住,口业太重了,是要下跋舌地狱的。 26. 常多噩梦,睡觉难得安稳。 多梦导致睡眠质量不高,睡了十个小时, 还是晕晕晨晨晨小睡觉,整天没精神。 27. 易得前列腺炎,鲜香表为前列腺胀痛,尿品。 前列腺炎为40岁以上的常见病, 鲜银会让你20岁就得,而且无法根除此病。 28. 肾虚,表现为腰酸,四肢发冷,胃寒,甚至还有水种。 29. 容易得性病,多不胜剧,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。 30. 会变得面貌丑陋,所谓向游新生, 鲜银者脸色也会变得很难看,憔悴苍老。 31. 年轻人鲜银会生青春痘,鲜银之后脸上会起痘痘, 有些严重的甚至会流浓,好了之后也会留下难看的疤痕。 32. 会丢东西,由于鲜银,护法会对你吃之以鼻,不会护吃你。 33. 严重影响学习,一般鲜银之后会影响你七天内无法学习, 记忆力、思考力、理解能力完全丧失, 特别是在复习的时期完全是噩梦。 34. 影响考运,一般的考场都有鬼神监管, 由于鲜银,心理的饮念会源源不断地出现, 特别是在你考试的时候,这样会严重影响你的发挥。 35. 影响业际关系,由于长时间的鲜银会导致心理自闭, 不愿和外界交往,朋友们也由于你的胆小懦弱而离你而去。 36. 头会经常痛,由于血经脑水会向下流, 严重的会导致头痛。 注意,这不是一般的头痛,真的是痛彻骨髓,没办法治好的。 如果你是佛教徒并且明知过犯,那就会痛得更厉害。 37. 不得如意眷属,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磁场,会相互感应, 所谓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好的和好的感应,坏的和坏的感应。 如果你喜欢邪音,你感应的眷属也会喜欢邪音,造无边罪业, 不会碰到贤惠的心上人,因为福报都被消耗完了。 38. 恶念会像波浪一样出现,无法控制。 犯了邪音,接着偷盗,妄语,杀生,饮酒,都可能会犯。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,超时间邪音的话,心里会变得很邪音, 善的念头很难生起,导致与恶道结缘。 39. 无法修行 修行的前提是身心清静,如果无法借掉邪音, 是没办法修冷眼咒,大杯咒等等无伤阀门的,多可惜。 如果一边邪音,一边修,必有灾祸。 40. 严重消耗福报 大家都知道,福报都是前世修的, 有人有一千万的福报,有的人有一百万的福报。 如果你邪音,就像是一个漏气,修一点漏一点, 如果漏得够大,马上就漏光了。 佛说,就算有须弥山那么多的福报, 邪音的话也会消耗得一干二净。 纵观古代的帝王因为邪音亡国的太多了,如上昼王。 41. 寿命短促 看过幽明律的人,阴间专门对邪音之时设有严格法律, 人身上有三尸神,在人的脑部、胸口、丹田处。 人一生下来就有了,他们时时会伤报你的善恶, 特别对邪音是一点也不手软。 人头上也有福禄之神,每三个月上天庭领报你的善恶,算尽则四。 现在市场的一些找二奶的,大多都是50岁左右就会死亡, 90%以上的贪官都是由于邪音被相归的。 这大概是福禄之神把他们的福禄都取消了吧。 42. 感应弹精气鬼 他们会把你的能量吸干,身上常常没有力气,气质像鬼一样。 这一点小编在往期节目中说过,大家可以翻阅查看。 说完了邪音的直接果报,我们再来说说邪音的隐形果报。 你一定想不到以下这些情况其实都是邪音造成的。 1. 衣食住行 1. 衣服多数都是做工粗糙,质量低劣,即便买了件高档的衣服,也会因各种姻缘,丢失或损坏。 好的衣服无负销售,而且在走路工作时,衣服很容易沾染各种污物。 这不是巧合,是邪音感照,偶尔还会出现一盆脏水从楼上倒下,正好洒落在你身上的情况。 10. 民以食为天,人每天都要饮食,可是邪音的人却很难吃到干净的食物。 现在食品安全形势,大家都明白,都远黑心的商家,却不察觉吃自己的心念,言语行为,不干净,感召来了不干净的食物。 古人说,俘获无门,为人自照,一个行为不干净的人,如何要求吃到干净的食物。 住,一个常见的现象,行淫的人多数没有自己的房子,经常窝居租房,空间狭小,耳朵灰尘。 如同一时期嫌疑严重的,卫生间下水道经常堵塞,污水倒流,或是天花板顶上剩下污水。 没有埋怨楼上的住户怎么不注意,这些现象都是提醒你,要收敛下行为了,不然更脏的环境在等着你。 行,走路的时候经常见到老鼠蟑螂,容易踩到脏物污水里。 不仅行录时,严重嫌疑时期,连居住的环境也经常会出现各种让人厌恶的小虫。 很正常嘛,物以类聚,做出畜生行为的人当然和畜生感召在一起。 不仅如此,连吃的也会经常吃到不进物。 出去吃点东西,各种小虫子,人类的各类毛发也经常出现,严重的还会出现沙石,碎玻璃等。 这些都是在提醒你,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了。 2. 工作 必自武,而后人武之。 洗淫的人做出倾鉴自己的行为,当然别人也会倾鉴你。 一般洗淫的人,工作都是居社会的底层,各种临时工打杂,工资低,社会地位低。 工作中时常被领导客户互来喝去,随意辱骂。 身体上工作劳苦,心理上备受煎熬,还赚不了多少钱,严重的甚至失业。 长期靠借债,啃老度日。 服务报稍微好的做老板,手下员工不听话,指挥不动,快要成功的交易也会因影响不到的情况出现失败。 如不改正,事业会很快衰败,严重的负债累累,破产倒闭。 3.购物。很多水果外表很难看得出好坏,包皮后或打开后才能知道,而洗淫的人很容易买到这些抽烂的水果。 4.宴席。 洗淫的人在各种聚会宴席中很容易成为被灌醉的目标,因各种姻缘被迫一一敬酒,饮下大量酒。 酒后行为举止又容易成为大家的笑料,而酒由逐发郁星,形成恶性循环。 5.欠债很难追回。因各种原因,别人借去的钱很难顺利要回,一般都是经历很长时间的折腾,把身心纠结到极处,要受一段时间心力折磨,天天担心恐慌,严重的甚至跑路要不回钱。 欠别人勤债,别人就欠你钱债,互相讨债还债,苦不堪言。 6.不能修缮。 吸引的人做起坏事来无比顺畅,想做点好事,阻碍重重,形成恶性循环,很难出力果报。 7.吸引常见的不分果报。 吸引的人常见的身体现象有,口吃,脸型斜歪,视力听力下降,皮肤粗糙,满口烂压, 人缘其差,被人轻贱,学业事业无成,家庭眷属争斗吵闹,婚姻不顺,求财不成,命中之后再三恶道继续受苦报。 吸引苦果无量无边,现实即感召各种不顺痛苦,还有更多吸引的隐形苦报未叙述,只有借了吸引才能引接幸福的生活。 想过好日子的人,千万千万别吸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